这绝对是今年十月必看的霸权神灾 龙氏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魔之血迹 为了生存人类中诞生出了猎龙人这一旨意 而拉格纳则是猎龙人中最为弱小的神灾 可是在十年后 他却成为了令全世界都文宗丧感的银色死神 但是变强的代价却是失去所有的物败 成为了世界最强的他为了改变这一历史 竟然利用时间之力穿越到了过去 将本应该十年后才现实的银色死神之力 送到曾经自己的手上 来改变这绝望的未来 因此 比原来的历史提早了十年的银色死神登场 但是未来也因为这份力量的出现而遭到改变 龙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魔之血组 嫌悟阳光和银制品 人类的天敌与捕食者 在不远的未来 一个银色头发的男人 被世人称为银色死神 仅用一击就秒杀了上位巨龙 他似乎在追求着什么一般 不断地追求更为强大的力量 猛然间 在少女乐欧的提醒中 拉格纳回过神来 此刻的他在与龙的战斗中分神 被龙用尾巴击飞 龙贪婪地张开血盆大口 肆无忌惮地冲向了弱小无力的拉格纳 就在这时 身边的少女冲了上来 紧紧一击 就轻松将巨龙秒杀 他温柔地对拉格纳说道 不能不穿战斗服就去战斗 要像自己一样 拉格纳对其表示感谢 但是女孩却说不应该这样 被他夸奖的时候 应该摸摸他的头 这才是伙伴之间应该的交流方式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种方法能杀掉龙 用银制的武器中的银器 可以让龙的血液冻结 或者是用银剑将其砍成两半 再使其暴露在阳光下 在这之后就可以得到报酬 所谓的猎龙人 就是这样的一种职业 在结束了任务之后 拉格纳和乐欧回到了城市中 当乐欧走在街道上时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被众人称为神童乐欧 凭借一人之力 就能干掉三十甚至是五十只巨龙 相比于乐欧 拉格纳走在他的身边 就显得平平无奇 乐欧的实力很强 被誉为猎龙的天才 被迎见所爱的少女 现在的他仅仅十二岁 在那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强 结束任务后两人来到酒馆 拉格纳用相机 记录着乐欧吃面包的场景 能够将对方的成长记录下来 是拉格纳人生的一大乐事 可这一幕却遭到了一旁的男人的嫌弃 整天只会躲在神童的身边 他是讨伐龙数量排名第二的人 虽然身为第一的乐欧 完全没有听说过他 但他还是来到了拉格纳的面前嘲讽到 像拉格纳这样的家伙 明明只有一般水平 却能成为神童的搭档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 再给对方拖后捅吗 正确来说应该称其为累赘才对 都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 在神童的身边 才会发生各种各样不幸的事情 这个被诅咒的混蛋 可说到这里 乐欧已经听不下去了 手中举起银剑 带着杀气狠狠地指向第二名 拥有银剑到底要追求什么 是财富 意或者是地位 荣誉 这些他都不需要 他只想成为最强大的猎龙人 当他第一次握住银剑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个决心 因为龙是所有生物中最强大的 所以他才成为了猎龙人 不断地狩猎龙 甚至想要消灭掉不知在何处的龙神 随后他举起银剑向着四周呐喊 他乐欧妮卡 要成为被认可的最强存在 有谁想要和自己一同前进 跟他一同走向 不断沐浴龙穴中的人生 全场没有一人敢回应他 只有拉格纳一人默默地举起了手 他会追随乐欧 直到他放弃为止 乐欧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这也正是他喜欢拉格纳的原因 在支付了大闹酒馆的赔偿金后 他带着拉格纳回到了家中 时间到了晚上 等乐欧睡着后 拉格纳默默地起来 来到外面不停地练剑 这是他每天都必做的事情 而他之所以日复一日地练剑 只是为了想要留在乐欧的身边 他并没有猎龙人的才能 就算付出一生的努力 也达不到乐欧一开始的程度 但就算如此他也无所谓 哪怕能帮到乐欧一边 他也愿意为此去死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告诉他这个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他将会失去乐欧 下一秒 一副惨烈的画面闯入他的脑中 映入眼帘的是地狱一般的场景 在危机之际 乐欧将拉格纳撞飞 自己却被一道道血刺贯穿 活活地葬身在了拉格纳的面前 失去了乐欧的拉格纳抱头痛哭 下一秒 满面泪水的拉格纳从梦中惊醒 原来刚刚的都是梦 但是这个梦却异常的真实 仿佛即将发生的事情一般 神秘的男人丢下了一句话 没有时间了 随后便消失在了原地 在那之后 拉格纳常常会梦见那副地狱般的场面 这难道真的是梦吗 拉格纳并没有这么认为 而且那个神秘的男人究竟是谁 是幻觉或是幽灵 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奇怪 乐欧也注意到了拉格纳低落的情绪 看见拉格纳没精神的眼神 和擦破的手掌 他明白拉格纳在这几天 比以往更加的努力了 他询问拉格纳究竟为何变得如此胶着 拉格纳低头询问乐欧 自己究竟能帮上对方什么忙 除了照顾他的日常起居外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看出了拉格纳忧虑 乐欧握住了他的手 从他第一次看到拉格纳的时候 他就已经注意到 在乐欧怀抱中的拉格纳回忆起 曾经第一次遇到乐欧的一命 当时乐欧说的那句话 他现在还记忆犹新 因为弱小才面临死亡 只要变得比龙还要强 那就不会死 而后来乐欧也向拉格纳证明了自己的强大 在乐欧的面前 龙根本就像带宰的羔羊一般 被其随意抹杀 而就是如此强大的乐欧 拉格纳完全想象不到 他会比自己先死的场面 在与乐欧经历了种种后 他不再觉得自己是被诅咒的人 现在的他只想陪在乐欧的身边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需要 也不渴望 正因如此 那幅地狱的场景 每晚都会闯入他的梦境 将他惊醒 他害怕这个梦境会成为现实 直到时间来到了2月27日 一个消息令所有的猎龙人都震惊了 被誉为不需要猎龙人守护的城市 门那皮埃鲁居然在一晚上被毁灭了 国家发出了紧急停工的指令 让所有的猎龙人去讨伐门内皮埃鲁的龙群 当然乐欧也会前往 可听到这一消息的拉格纳却脸色大扁 他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乐欧 还是快逃走为好 因为那个城市便是他梦中的城市 要是去的话 会死 可就在这时 城外的巨响打断了拉格纳的话 乐欧迅速跑到楼顶向外望去 此时的城市已经陷入了混乱 龙族已经入侵了他们的城市 从火焰中走出一个怪异的人性生物 只见他身上的血液突然化为利人 瞬间就将眼前的士兵秒杀 随后他的血液化为火焰 从火焰中慢慢地走出了树枝巨龙 压迫感十足 而他也向着人类打起了招呼 好久不见 接下来他将会屠戮世界 等第二名赶到现场的时候 他终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通常的龙只有和野兽一般的智慧 但也有少数拥有高等智慧的龙 却拥有着人类的智慧 而且形体也和人类无差别 这对于猎龙人来说是碰剑就必死的存在 高等龙 而就在这时 拉格纳已经冲向了这只高等龙 因为他已经认出了对方 就是他在梦中干掉了勒欧 如果能将他干掉的话 就可以防止勒欧死去 可就在他的剑即将砍中对方脖子的瞬间 对方的身后瞬间释放出一股剧烈的火焰 将拉格纳轰飞 坠入河底 勒欧见此情景直接怒了 将拉格纳托付给第二名后走向了龙群 愤怒的勒欧来到了上位龙的面前 他要让对方为伤害拉格纳付出代价 另一边 拉格纳正慢慢地坠入河底 就在这时 未来的场景逐渐出现在他的脑中 失去了勒欧的他 开始了鲁莽的复仇 为了杀光所有的龙 不断地战斗 不断地变强 将自己磨练到极致 在战斗中他获得了新的伙伴 但是还是会再次失去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要继续战斗 超越极限并变得更强 而拉格纳也终于认出了 一直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个男人 居然是来自未来的自己 未来的拉格纳绝对不会原谅过去的自己 竟然把一个小女孩当作英雄来崇拜 如果他真的有那么重要的话 自己就应该变得比所有人都强然后去保护他 现在的他很强 比任何人都要强 只有龙王才能与之一战 但是他要守护的东西却都已经失去了 变得这么强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这里 拉格纳默默地起身 既然如此 就将力量都给他吧 他将手中的银剑插入了拉格纳的胸膛 将这些年所有的不甘 都注入到了拉格纳的心中 在这一瞬间 过去与未来建立连接 现在的拉格纳将接受 未来的拉格纳所有的强大 虽然这么做是需要代价的 但是他不在乎 未来的拉格纳将一切都托付给了曾经的自己 将这个不甘的未来彻底粉碎 与此同时 乐欧与上卫龙正在对峙 上卫龙的实力与以往的敌人截然不同 就连神童乐欧也陷入了下风 这只上卫龙的名字为格里姆维尔特 位于一只血族地势未接 是他们口中所说的上等龙中最低等的存在 而他也告诉了乐欧龙族入侵城市的原因 据说龙族所崇拜的伟大只龙神 十分喜爱人类上贡的甜品 特别是唐纳皮埃尔的那家蛋糕店 备受龙神喜爱 但是在几日前 那家店居然被强盗洗劫了 知道这件事的龙神异常愤怒 决定消灭整个国家 而这便是他们的理由 人类国家的存亡 只在龙神的一面之间 在龙族的眼中 人类就是如此的渺小 正当尚未龙准备给乐欧最后一击的时候 他突然愣住了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转眼间 周围的巨龙都已经被那股力量消灭 龙群中 一个浑身散发着恐怖气场的男人缓缓地走出 他将手伸向了向他冲来的巨龙 刹那间 眼前的巨龙瞬间就被冻结 破碎 曾经决心要灭亡龙族的拉格纳 曾不管不顾地开始挑战 几度面临死亡 却每次都能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然后又继续开始他的挑战 就这样不断地在失败中积累经验 不断地战斗 在持续了十年的战斗后 不知不觉中银剑已经成为了拉格纳的一部分 他的手也和银剑彻底融合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这些事情 无视身体带来的痛苦继续战斗 五年之后 他的身体和银剑完全融合 肉体成为了释放银器的武器 在那之后三年 悟出了增加体内银器的术法 四年 掌握了自由操纵银器的术法 之后的十年 拉格纳终于掌握了最强的战术 灭龙的纠结奥义 银器战法 带着这无敌的气场 拉格纳缓缓地走到了上尉龙的面前 看见眼前恐怖的男人 上尉龙吓得不敢动态 对方身上的气息就像是血族的领导者 被神赐予了王之称号的龙神 带来的感觉一模一样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区区人类而已 凭什么让自己如此畏惧 下一秒 尚未融化身为血魔真正的形态 想要以此来面对眼前恐怖如斯的拉格纳 可拉格纳只是简单地从嘴里吐出两个字 差那间 眼前的巨龙瞬间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雕 随着拉格纳的一声令响 城内所有的巨龙彻底粉碎 化为空气中的尘埃 就在这时 勒欧开心地奔向了拉格纳 可拥有了未来记忆的拉格纳 看到这一场景后彻底绷不住 未来的自己是多么的悔恨 能够像现在这样和勒欧再一次拥抱 是他此生最后的愿望 在勒欧的怀抱中 拉格纳大声地哭泣着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遥远未来的某个人数十年的私逆 终于得到了释放 在于勒欧的拥抱中 未来的拉格纳站立着 慢慢地失去了意识 身边的女人曾经和她说 将力量传输到过去是要受到代价 可话虽如此 此刻她的表情却是如此的安详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女人还是第一次看见她没有众美的表情 而之后事情的发展就取决于她们的过去 她期待着过去的她们二人 将所有的龙都斩杀殆尽的那一天 这一天 雷泽的七个城市受到了袭击 包括王城在内共有六个城市毁灭 同时也是龙的死神诞生之日 比原来的历史提早了十年的死神登场 到底能否改变未来呢 男人身为世界最强的兽龙人银色死神 为了改变过去并杀光所有的龙 未来的她将力量传输给了过去的自己 从此银色死神比原先的历史提早了十年现实 为了将龙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 她不仅丢弃了自己最爱的少女乐偶 还找到了未来和她并肩作战的那位龙王 第一位接的一只王 立志要斩杀龙之神的叛变者 不过现在的她居然是一个外貌可爱的女 此刻 在森林的中心处 一个肥胖的生物正坐在餐桌前 看样子森林找到了下一种食材了 与此同时 一个右脚变成树木的厨师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用颤抖的声音将美味佳肴献给了眼前的肥龙 肥龙尝了一口后 露出了非常满足的表情 显然厨师做的美食让她感到非常美味 可就在下一秒 肥龙进一口把厨师给吞了 在她看来 还是人类比较美味 虽然龙神相当喜欢人类提供的料理和甜点 但是像她这种末端血脉继承者 果然还是没法理解神的味觉 随后 她将被她捕捉而来的人类统统吞入了口中 对她来说 这就是一场百年一度的美食盛宴 神下达了毁灭一切的指令 也就是说 她可以将这个国家的人类吃得一干二几 另一边 乐欧正在配合着城内的兽龙人 清理冲向城市的藤蔓 就在这时 身后第二名的房子突然被藤蔓破坏 沉睡中的拉格纳被藤蔓抓住 乐欧见状瞬间急了 连忙冲向拉格纳 此时拉格纳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下一秒 拉格纳爆发银气战法 巨大的银色气息冲向了森林深处 打断了正在进食的肥龙 整个森林都弥漫着银色的气场 所有藤蔓都被这银色的气场冻结 释放出力量的拉格纳站在废墟中 她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种情况下睡着了 下一秒 拉格纳突然从原地消失 以极快的速度向着森林深处冲去 见状 乐欧迅速跟了上去 可渐渐地 她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拉格纳的速度 而此刻在冲刺中的拉格纳却在责怪睡着的自己 竟然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睡着了 现在分明还是处于危机四伏的情况 拥有未来记忆的她可是最了解当下的 带着这份自责 拉格纳飞快地穿梭在森林中 几秒钟的时间 她就已经来到了肥龙的面前 肥龙刚想用语言来吓唬对方 可就在下一秒 拉格纳的狱卒已经狠狠地踹在了肥龙的脸上 将其狠狠地踢飞 在森林中飞出去好几百米远 一旁被拉格纳救下的女仆摔在了地上 注视着散发着恐怖气场的拉格纳 此刻的拉格纳正在思考着 拥有未来力量的她得知了一切的根源 想要打破自己不断失去的命运到底要怎么做 答案显而易见 只要跟出罪魁祸首就好了 将龙族毁灭殆尽 将龙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但是此刻的她却开始质疑自己 她真的能够做到吗 连未来的自己都无法完成的使命 她真的可以做到吗 就在这时 身后女仆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拉格纳回头一看 可看到对方的那一刻她却彻底愣住了 对方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自己花上一番功夫去找对方 接下来的行动是狩猎存在于这个国家内所有的龙族 她说出了对方的名字 克里姆颂 希望她能帮自己的忙 女仆一脸疑惑 或许对方是认错人了 可拉格纳立马打断道 亚历哲约克斯 十四岁 男 出身乡下 因为本家被龙族遭到袭击至今下落不明 未来的她就是这么说的 第一位接的一只王 一只血族的龙王 立志要斩杀龙之神的叛变者 在未来他们二人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也正是未来的她将这份力量传送到了自己的身上 未来的她有个使命 就是将龙族以及自身毁灭 因此拉格纳希望对方能毫不犹豫地使用自己的力量 因为她的使命也是将龙族从这个世界上抹出 在未来他们没有实现的大爷 就由现在的二人一起将它实现 可随之而来的 却是女仆的一巴掌 此刻的她眼含泪光 居然把她当成龙 甚至还当成一个男人 居然敢对着一个可爱的少女说出这种话 就在这时 乐偶赶了过来 与此同时 刚刚被打飞的肥龙已经飞了回来 由于拉格纳的银器攻击 她的脸已经彻底毁容了 面对眼前闯入自己领地的拉格纳 肥龙彻底怒了 随后 肥龙张开血盆大口 准备将这个愚蠢的人类吞噬 肥龙硕大的身躯直接炸了开来 在森林的中心发出了巨大的爆炸 乐偶在看到身边的树木成片成片地倒下后 她意识到 拉格纳已经完成了狩猎 这让她再次意识到 拉格纳果然变强了 随后乐偶露出了非常开心的表情 果然对方就和自己说的一样 她早就知道拉格纳会变得很强大 只是没料到会变得这么厉害 今后就轮到她来追赶拉格纳的步伐了 可拉格纳接下来的话让她完全没想到 她让乐偶马上带着城里的居民离开这个城市 而自己则是留下来完成其他的事情 等结束后再和对方会合 可乐偶当然不会同意 她想要和拉格纳一起走 拉格纳连忙解释 接下来她将做的事可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这个理由当然不能撼动乐偶 毕竟他们的身份是猎龙人 处理危险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对方为何要丢下自己一个人行动 此时的乐偶越来越激动 明明拉格纳只需要乖乖听自己的话就好了 此话一出 乐偶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而这也是拉格纳第一次看到如此激动的乐偶 在他的眼中 乐偶一直是一个强大又镇定的人 但是仔细想想 他明明还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 未来的拉格纳绝对不会原谅曾经的自己 将一个小女孩当做英雄来崇拜 假如真的想要好好地守护对方的话 只能将过去懦弱的自己杀掉才行 当拉格纳第一次遇到乐偶的时候 他告诉自己只有变强才能活下去的道路 那句话让拉格纳重获新生 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乐偶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但是现在的他却已经不能和对方在一起了 乐偶把手伸向拉格纳 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可拉格纳还是说出了接下来的话 因为乐偶太弱了 就算和自己在一起也只有死路一条 此话一出 乐偶再也无法忍耐 拔出手中的银剑向着拉格纳斩去 可在银剑即将碰到拉格纳的瞬间 却被他用一根手指轻松地挡了下来 等乐偶再次醒来 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第二名 他回忆起刚刚发生的事情 刚刚他可是用了全力对拉格纳出手 因为他十分地清楚 现在的拉格纳已经达到了最强的境界 就算自己毫无保留的最强一击也对他毫无作用 这一切的一切他其实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但是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拉格纳会将自己丢下就走了 泪水不断地从这个十二岁的少女的眼中涌出 带着这份不甘 乐偶斯声地痛哭着 不远处 拉格纳听着对方的哭声却无动于衷 身后传来被他救下的女仆的声音 这么做真的好吗 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告别 拉格纳擦了擦眼中的泪水 表示这样就好 可以和他一起的只能是死也无所谓的家伙 随后 女仆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 当然他也非常感谢对方拯救了自己 但是他可不是对方口中所说的那位深红 与此同时 所以就让拉格纳好好地向自己展示他的利用价值吧 拉格纳突然来到了他的面前 开始展示他的特长 能书能写 也会精心理财 为了帮助乐偶的忙这些他都学习过 精通料理 打扫洗衣裁缝 家无万般全能 几乎完全可以交给自己来打理 深红听后已经无语了 而拉格纳则是继续补充道 就连洗澡的时候也是由自己来负责 甚至日常穿搭也完全靠自己 睡前的刷牙更不用多说 至今为止他为乐偶做的一切 他都可以为对方而做 然而这些对深红来说都过于我心了 完全不需要 正当深红准备离开的时候 没想到他居然倒了下来 深红健壮也猛了 赶紧跑上前去查看 仔细一看 发现拉格纳身上散发着不寻常的热量 没有办法 他只好献出原形为拉格纳疗伤 冥冥之中 拉格纳回想起未来的记忆 未来的他十分强大 面对巨龙只用一个眼神就能将他们全部冻结 在某一天 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红发女性 他对拉格纳的强大感到钦佩 而他的身份 居然是龙王身红克里姆颂 听到对方的身份是龙后 拉格纳一脚就踢爆了对方的身体 可转眼间 他又出现在了一旁 表示自己今天来是想和对方提出一个计划 那便是与自己组队 同他并肩作战 一同给予龙族带来毁灭 下一秒 对方直接伸手分离 拉格纳自然不愿意与龙族废话 更不可能与龙族合作 可让拉格纳没想到的是 对方居然再次复活 表示拉格纳的那份强大 在他的驱使下 会获得更加效率的运用 随后 拉格纳从梦中醒来 此刻的他正在一处篝火旁 深红正坐在边上 拉格纳疑惑 自己为何又睡着了 难道是身体还没习惯迎记战法的缘故吗 在拉格纳睡着的时候 深红调查了他的身体 明白了两件事 他的身体和银剑已经完全融合 并非迎之气焰缠身 而是他自身生成放处的 原理不明 而且他的潜在能力远比自己想的要高 秒杀的第八位阶 是他亲眼所见的 恐怕更为厉害的对手 也能毫无阻碍地将其杀死 甚至是第二位阶 此刻的深红兴奋无比 他好想试试拉格纳的力量 试试他所不知道的屠龙方法 就在这时 拉格纳感受到远方传来龙的气息 远处的村庄竟然着火了 见状 拉格纳立马提起了深红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村庄飞去 并询问深红有何指示 是要全面 还是留下一只作为拷问对象 假如对方有特别指令的话 自己会听从 这让深红感到有点意思 虽然他还没有向其暴露自己龙王的身份 但他还是请拉格纳大闹一场 在深红的命令下 拉格纳瞬间加快了速度向着村庄冲 在拉格纳战斗的同时 深红拿到了他创造出的银剑 看着这把神奇的银剑 深红陷入沉思 这把剑拥有非常纯粹的银织气 仅仅是剑身碰到龙骨就能将其冻结 这把剑也在预示着下一个可能性 准备大量这样同质量的武器 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兽龙部队 再由自己来指挥这个部队的话 他将所向无敌 想到这里 深红从口中吐出了一团粘稠的液体 随着深红的一生令下 这摊液体瞬间冲了出去 将巨龙包裹在身体之中 而深红也不打算装了 只见他的身形化身为另一副模样 在他的内涵下 所有生物都停止了行动 只见一个充满压迫感的红发女王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在王之狱前 如等速尽地死去吧 此话一出 所有的巨龙都在史莱姆的侵蚀中 慢慢被融化 拉格纳走了过来 对方终于献出自己的真身了 一只龙王深红克里姆颂 与此同时 深红将一瓶液体扔给了拉格纳 他可以接受对方并肩作战的提议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喝下这个毒液 只要对方对自己有背叛之心时 毒就会发作 他的力量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他必须有个提前保险 可还没等深红把话说完 拉格纳已经将毒药一饮而尽 这让深红有些无语 对方也过于神经大调了 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如此渴望毁灭龙祖 拉格纳给出的答案自然是为了守护 未来的他失去的 以及从现在开始本应该失去的 他要一个不漏的全部守护住 而深红算是听明白了 害怕失去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 这还真是完全没有一点英雄该有的气量 但是作为工具来说倒是有几分优点 就让他来好好驱使对方 前往毁灭血族的血肉之路 一灵爪牙咆哮 眼骨将这六大血族尽数毁灭 以神明为目标的最终狩猎 就此开始 这一次拉格纳必须要完成他的使命 二人史诗集的灭龙故事 就此开始 拥有力量却使不出来的人有多惨 男主获得未来的力量比肩龙王 却因为身体孱弱无法长久使用 即便身负斩杀上位龙的力量 如今却只能沦为充电宝给武器附魔 而他刚获得力量的第一天 就立刻将心爱的女人雷姆从身边赶走 只因在上位龙面前 即便是雷姆的实力也完全不够看 留在他身边只会成为雷坠 面对强大的龙族追兵 经验丰富的兽龙者也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直到男主乘车赶来支援 人和人的强大不能一概论 众人不可置信自己无法对付的龙族 在男主见下都是一招秒杀 自从男主和飞鸿组队成功 两人的灭龙战争正式打响 史莱姆突然化为原型和男主争宠 他才是飞鸿坐下第一打手 男主必须喊他钱 飞鸿打断了两个瓜皮的对话 他想知道关于未来的事情 他们斩杀了几头龙王 他自己最后又怎么样了 不料男主一问三不知 这极大的影响了飞鸿对他的信任程度 男主无奈只有大概的记忆 但是没办法立刻回想起来 毕竟就连飞鸿他也不是立刻就想到的 而是见面的瞬间才想起来 也就是说所有的记忆都必须有一个契机 飞鸿虽然接受了他的说法 但依旧保持怀疑 他好奇男主从未来的自己身上获得的力量 总不至于连使用方法都不知道 然而灭龙战绩迎戏斗法早已融进他的身体 时间回到现在 男主只用两秒半就将周围的龙消灭殆尽 飞鸿已经迫不及待想利用他的力量 但实际使用的人却是幸存下来的受龙者 他将男主以死神的称号介绍给众人 而自己则是男主的魔法使仆从 这个世界存在魔法技术 但使用者几乎都是上位龙 人类中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使用 以至于普通人大多都只是听说过 正好便于他用来欺诈 他谎称正在吃龙的史莱姆就是魔法 化为人形的史莱姆也是魔法 他蛊惑众人跟他一起高呼魔法牛逼 很快众人就被飞鸿洗脑 受龙者突然恳求他们去击杀一头恶龙 他们就是从那头龙的袭击下一路逃到此 恶龙就隐藏在一道龙卷风中 哪怕隔着老远他都能感受到 再封的另一头有位可怕的存在 飞鸿正好认识对方是第三位接风御龙 男主立刻转身想要前去斩杀 但此刻他的身体只需轻轻一推就倒地不起 只因男主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力量 解除了自身的限制器 若是连续使用身体则会率先崩坏 以他现在的情况最少要躺个两天半 飞鸿露出邪气的笑容 接下来就交给他了 见男主暂时无法战斗 众人转而请求飞鸿帮忙 即便是卖掉装备也一定会凑齐绸娃 可这不是飞鸿想要见到的情况 他不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斩杀风御龙 趁现在逃走不就好了吗 然而原因他自然清楚 因为他们心怀罪恶感 风御龙袭击的范围太广 要想脱身就必须不顾一切立刻逃走 他脑海开始浮现画面 虽然他们听见身后的求救声 却不敢回头 直到那些声音消失在风暴之中 飞鸿火上浇油 说出了被卷入风中之人的下场 他们会被锐利的风撕成粉碎碗如地义 因此人类才称呼对方是风御龙 并且很快天上就会下去血雨 他们只是因为羞愧 才召集同样逃出生天的普通人 希望至少能守护他们 众人崩溃飞鸿说的一丝不差 可他们也没办法 在上位龙面前 他们不再是兽龙者 反而只能沦为龙的猎物 要是他们有能对付龙的力量就好了 面对想要力量的兽龙人 飞鸿拿着男主的银剑骨 只要有这个 他们也能斩杀上位龙 但也伴随着死亡的风险 兽龙人没有犹豫握住剑骨 飞鸿对此很满意 接下来会对他们进行猎龙训练 飞鸿掏出要是随意打开一扇门 便带他们来到自己的军火库 里面全都是现代武器就离谱 而屠龙的关键在于子弹 男主被迫沦为附魔机器 专门给子弹附上他的斩龙引起 男主觉得飞鸿的笑容很邪恶 飞鸿也看出他的心情不太好 难道是因为把他们当妻子的关系吗 对此男主并没有不满 因为他相信飞鸿有办法让他们获胜 只是谁能活下来飞鸿也不确定 他不满的是自己无法动态 也不想被冠以死神称号成为兽龙人偶像 一旦和他扯上关系 对方说不定真的会没命 能跟他一起走的人 只有死了也无所谓和死也死不了的人 所以他才会选择飞鸿组队 也是抛弃雷欧的理由 即便男主不承认 但客观来讲就是抛弃 在雷欧的眼中也是如此 既然雷欧是他的行动理由 那么一旦失去雷欧 他肯定会率先崩溃 飞鸿不想两人的灭龙大夜半途而奋 既然他们已经是同伴 那么雷欧对飞鸿也是同样重要的存在 他需要男主坦白为何不安 男主担心就算远离雷欧 也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可他更害怕如果留雷欧在身边 万一又再次失去雷欧的话 只是想象就让他的心快要破碎 飞鸿对此提出一个建议 干脆把雷欧监禁起来 正好他有个移动仓库 完全足够将雷欧封印关起来 这样在把龙消灭之前 就不用担心他的安全 沉睡期间可以由男主照顾 反正他自己也很喜欢 我真是我 这就是我超级的提案 我快点拒托 哦 飞鸿嘲笑男主的拳头软怕怕 虽然被喷性格讨厌 但他却得意支持自己的优秘 打从第一次见面起 他就对男主摆出一副 对他很了解的态度感到不悦 他需要男主明白自己的惊讶 男主对他根本一无所知 并让男主放心他不喜欢浪费欺负 因此这一战必胜 男主在恢复之前 只需要继续当附魔机器就好 而男主总说自己被诅咒 其实并非如此 说罢飞鸿对自己完成黄金爆头 随后新的身体又立刻出现 他这个才叫诅咒 因此不许男主总把诅咒挂在嘴边 与此同时史莱姆报告 前方城市有个龙卷风 风玉龙就呆在里面 并且龙卷风四周 还飘了十几个残缺的人类 飞鸿大致了解对方 是接到了龙王的命名 因此才会靠折磨人类打发时间 但他不打算将这个消息告诉兽龙人 毕竟还要靠这些人类拖延时间 而他也很快就想到了 对付风玉龙的办法 此时风玉龙意外 人类竟然真的有救兵 不料飞鸿刚到就开启嘲讽技能 今天最适合狩猎在这里 胡作非为的恶龙 至于他说的恶龙是谁 那当然是在假装和风讲话的 你这个丢脸家伙 被风王下令独自在这里 待命的寂寞家伙 对方自言自语了两分半 才终于停下 对于针对他的无理发言 他可以原谅 唯独不能原谅飞鸿 竟然侮辱他的王 此刻他的怒气条 直接拉满失去了理智 就算太阳即将升起 他也要干掉飞红蟹子 第三位阶的风玉龙 怎么也没有想到 身为龙族的自己 居然会被弱小的兽龙人狩猎 而这就是升红龙王 克里姆颂的可怕之处 知晓一切龙族的弱点 对龙族的仇恨 丝毫不比拉格纳少 就在不久前 升红带着拥兵团的兽龙人 一同前往讨伐风玉龙 但是当拥兵真正接近对方的时候 才发现 灾祸级别的强大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抵抗的 怎么想都是被骗上了贼船 但是受到欺诈又何妨 就算不是出自自身本意 被强制参战又如何 此刻他们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这只恶龙碎尸万段 而人类的这一举动 让风玉龙感到极其的愤怒 区区人类也敢如此嚣张 下一秒 风玉龙爆发出强大的暴风 向着兽龙人部队吹去 面对风玉龙的暴风 升红决定朝着日出的方向行驶 可这在风玉龙看来 却是在耍小聪明 对于他这个位阶的龙族来说 阳光已经无法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了 随后 升红下令进行射击 兽龙人将子弹射向 向他们袭来的暴风 在子弹爆炸的瞬间 风玉龙愣住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子弹居然将袭来的暴风冻结了 此刻的升红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眼前的现象甚至是 兽龙人都会经常出现判断错误 银芝气焰并不是使龙血冻结 而是冻结了在血液中奔流的魔力 因此附带银芝气焰的弹头 接触到魔力操控的龙卷风就会变成这样 并且如果对方觉得这只是银芝子弹 就大错特错了 这其实仅仅只是普通的铅蛋而已 只不过弹头里填充了拉格纳 自身所产出的大量银芝气焰 可此时的风玉龙还是一脸自信 仅仅冻结了一部分表皮而已 它与风的羁绊紧平这种程度可是撼动不了的 然而升红所计划的完全不止这些 接下来便是最为致命的武器 那便是兽龙人所射出的子弹 风存有拉格纳银芝气焰的银弹 与之前的普通子弹相比完全不同 虽然并没有达到直接消灭龙卷风的地位 但是这已经足够让风玉龙陷入动摇 自己的风居然被区区人类的子弹所破坏 这让他无比的愤怒 陷入疯狂的风玉龙爆发出更加强大的暴风 向着众人袭来 与此同时 升红命令兽龙人驱车立马驶向一旁的桥下 在风玉龙被阳光照射的瞬间 他感觉到自己被某物捕捉 随后一柄银色的长枪刺穿了他的身体 回头一看 竟然是一帮弱小的兽龙人 风玉龙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危机 受到致命伤害 心脏受到重创 感觉到身体魔力的洪流都停止了 并且无法操控风去化解危机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利用最后的风之力将地面连根拔起 从而挣脱了银枪的束缚 此刻的他完全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被兽龙人这种乌合之众逼到了这种地步 他可是尚未龙族第三阶位的狄察斯特罗 直到他临死之前 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哪一步 随后 在兽龙人的枪林弹雨之下 化为一堆灰烬 深红看着这一幕不禁感看 假如对方一开始就使出全力 他的计划估计根本无法达成 但是由于种族的骄傲以及狂妄 两者之间所产生的空隙 这便是尚未龙族的第三个弱点 拉格纳看着一旁沾沾自喜的深红 这正是他所期盼看到的表情 他将会和克里姆松一同前往灭龙之路 灭绝龙族 包括最后的深红龙王克里姆松 都要一同狩猎 在结束了对风玉龙的讨伐后 深红并没有接受所有人的感谢 而是利用魔力将所有人的记忆篡改 让他们以为都是拉格纳指挥的众人 将所有人崇拜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拉格纳的身上 而接下来 他们将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王国之都 此时此刻 在王多的塞雷斯古埃拉 雷泽国王在知道了德纳皮尔鲁被龙族毁灭后 彻底惊呆了 随后他立马命令不下 组织救援军队前往支援 仅一只上位龙族便可凌骂于千军万马 要是打算对其进行狩猎 注重的并非人海战术而是质量 如同太阳神教的灭龙魔岛 是那般超越人类极限的个人力量 但是他们国家却没有拥有那般力量的战事存在 就在这时 一个天使一般的人出现在了城市上空 此刻的国王突然感到一股浓重的违和感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一只血族第一位阶的龙王来到了国王的面前 让国王直接惊掉了下巴 传说中的一只龙王爱露体验地基 迷雾一般的龙王 在漫长的人龙战争历史里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着他的信息 唯一一点能从传闻得知的 便是他能够操纵时间 事实也是如此 此刻的他已经停止了整个城市的时间 而他来到此地的目的 居然说是为了向国王道歉 此话一出 直接让国王再次愣住 随后他拿出了一个龙族的头颅 对方没有得到自己的命令 就擅自攻击了德纳皮埃里 这就是事件的罪魁祸首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领导部周所导致的 所以他向国王献上真挚的道歉 看到这一幕 国王直接猛了 眼前的这位一只血族第一位阶的龙王居然在跟自己道歉 这简直是无法想象 但是面对一只龙王的道歉 自己只有接受这一条道路 可就在这时 对方却如此说道 他并非要给予这个国度的人民极度的恐慌与痛楚 而是给予能够让其望却死亡恐慌的安心感 逐渐沉睡于梦中消散于世间 听到这里国王直接梦圈了 刚刚对方不是说自己并没有想要攻击他们的意思吗 为什么现在却要说这种话 可一只龙王却郑重其事地说道 因为这是神明大人的圣旨 可即便如此自己也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手段 他想要尽量让人们不要沐浴在恐惧的心情中凝结人生的最后一刻 但是这个想法已经无法实现了 只要出现了整座城池毁于一旦的世界 那么一定避免不了混乱的局面 国民们将会萌生出逃亡国外的想法 想必所有人都会有这样做 对此 他只能下达命令攻击国界附近的城池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逃亡国外 听到这里 国王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对方仅仅是来通知自己要屠杀整个国家这个消息 既然如此 他也不打算忍了 只见国王拿出自己右手的戒指 这个戒指能够将王兜内储存的所有阳气汇聚易点 只要向着目标发射 就可以反转现在的局势 突然出现的两只龙族保护住了一只王 而国王在他们的攻击下 已经奄奄一息 为了能够继续与他对话 一只王竟直接利用时光回溯 将国王的身体修复 被复活的国王冷汉直冒 自己刚刚明明已经被干掉了 为什么自己还能活着 在得知了对方的力量后 国王再也没有反抗的心思 而与此同时 一只王向国王伸出了右手 这个男人是天煞孤星 凡是和他在一起的同伴都会先一步凉凉 为了追寻一只血主 老男主一路追到这片荒野 最终依旧只剩他一个人存活 尚未龙各书几件发表处置老男主的方法 无名龙无脑将他处死 百足龙想整个生吞 黑魔龙建议处以穿刺之行 剑山龙想做人体实验 老八龙想生吃大脑 狂操龙是鸡龙 但对穷酸男人没兴趣 暴龟龙对老男主也不感兴趣 结结小四龙希望不要让男主太痛苦地死去 毕竟血主就在眼前 风欲龙无所谓 只是不想再听老男主的声音 血主最强手下雷爪龙 则只当恶子人 此刻敌人就在眼前 但老男主除了身影以外什么都办不到 他多希望曾经活下来的是雷欧该有多好 本以为这次他再劫难逃 也让老男主终于看到了解脱的希望 不料雷爪龙却看出他的想法 既然你想一死了之 那我偏偏不让你如愿 雷爪龙决定放他一马 余生他将被自己的憎恨火焰灼烧 一边对自己的软弱绝望 一边在地狱中继续苟活 雷爪龙嚣张谁敢对这个决定有意见 血主马迪亚直接将他脑袋打飞 他最讨厌破坏和谐的人 马迪亚已经决定让老男主也成为血族的一份 虽然他和老男主是第一次见面 但他认出老男主的武器 和某个国家的兽龙人使用的武器很相似 那个国家气候宜员物资丰扰 还有一个明君治国 因此他满怀敬意的将之摧毁殆尽 本以为那个国家存在过的痕迹被完全抹住 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存活至今 马迪亚认为这是神的恩赐 是神允许他活着 所以他真心为老男主活着而开心 狂操龙向男主解释 马迪亚的意思是要把他也变成血族 黑魔龙知道在人类眼中 都以为上位龙是获得人类之资的中位龙 却不知中位和下位龙 不过只是他们血液中诞生的野兽 至于他们这些血族的完成者 在获得血主赐予的血脉之前都是人类 男主也将进化成远比人类更加优秀的生物 男主陷入歇斯底里 他们都是害死雷欧的凶手 手中更是沾了数不清的人命 他只想让他们全部去死 却不知一旦转变成血族 他内心中的憎恨也会随之消失 狂操龙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 刚才雷沼龙说过让他生活在地狱 因此马迪亚认为将他变成血族 只是将他从地狱中拯救出来而已 他会将手心的血剑刺入老男主的心脏 不过他不会因此失去自我 只是会改变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以及忘却心中的憎恨 今后将和马迪亚一起为神而战 时间回到过去 在马迪亚灭国前夕 国王自从死过一次便失去了反抗的念想 如今成为傀儡召集全国难民涌入王都 再过十天 马迪亚将会给予全王国安宁的死亡 但此刻还有问题尚未解决 第九位阶已经被银器公主和银装兵团讨伐 他已经派出第五位阶和第六位阶前往银战 而第三位阶风玉龙和第八第十位阶都在南边国境失联 要么是太阳神教出手了 要么就是其他血族在暗中搞鬼 但这一切都是雷沼龙擅自行动造成的 见雷沼龙保证不在胡闹 马迪亚才暂时解除对他的惩罚 将心脏还给了他 随后雷沼龙身体迅速复原 他接下来需要钱去讨伐逆贼 不料雷沼龙又飘了 希望马迪亚能奖励一个离别相闻 如果血族中谁最令男主感到厌恶 那必须是看似神圣的血主马迪亚 虽然飞红龙王的性格已经够糟糕了 但马迪亚却不一样 他对任何存在都很温柔 明明亲手杀死了无数人类 却还是那么亲切 这点让男主感觉无比恶心 因此他要再一次狩猎马迪亚 现阶段男主能使用的力量还是未知数 也不知道他使用权力要付出什么代价 如果只考虑狩猎马迪亚的话 等几年再行动是最好的 但血族必定已经察觉到边境的异常变化 他算到第二位阶的雷沼龙会被派过去 如今没了这个最强护卫在身边 正是起习马迪亚的最好时机 能达到马迪亚就是血转 万一男主失败了 飞鸿也会出手救下他 只因男主是他灭掉龙族的最重要道具 谁能想到血族的神竟然是以孩童模样诗人 如今在神的脑海中 已经没有了雷结王国的存在 作为神的忠实仆人 血主必须要消除不存在神的脑海 却存在于这世上的事物 创造神脑海中有的 但世上却没有的事物 血族的使命就是为此而存在 因此对于失去的几个上位龙手下 马迪亚没有丝毫悲伤与可惜 只能说他们终究不足以成为神的代行者 与此同时男主一行已经成功进入王国 男主则直接当劫兔了 他不习惯出现在人潮之中 飞鸿无语他既然害怕人潮 那之前和雷欧一起生活的城镇又怎么说 男主变态至极 因为那时候雷欧总是和他形影不理 但这都不成问题 就算身体再怎么不舒服 也丝毫不影响他狩猎马迪亚 哪怕身体被撕裂 只要看到那家伙他就会出手将其拿下 飞鸿贴心将他扶起来 也愿意暂时成为雷欧的替代品 飞鸿突然有事需要离开两个半小时 在此期间他命令史莱姆守着男主 还要求他不要和任何人讲话 也不要把他们和敌人的名字讲出来 有人搭话就装哑了离开 五分钟之后再回来 然而飞鸿刚进城就发现 即便当前王都都是人潮 但还是太少了 他估计涌入的难民最少超过两百万 正常来说早就人满为患 但王都却还有办法继续接难难民 答案很简单 在不知道的地方人口正在迅速减少 果不其然 结界龙小四每天都会暗中处分一部分人类 万龙有事寻找血主 不料马迪亚却说想微服私房 所以此刻已经外出去见识难民情况 另一边王国君罗旺趁国难期间勾搭妹子 如今人口太多妹子们 不想和一大群人挤在一个房间 罗旺色星大起邀请妹子们一起住 飞鸿不爽让他假扮大佬收集情报 不是让他在外面逍遥快活 与此同时齐美拉也现身前来拜见 飞鸿转告此行的目的是要狩猎马迪亚 接下来他们将同心协力完成这一尾念 此时王都民众聚集 王国君为众人展示龙的尸体 并安抚大家王国君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龙群 男主知道这是陷阱 虽然他不知道王国君这么做的目的 此刻马迪亚正好与他擦肩而过 但此前飞鸿却专门提醒 虽然可能性极低 万一他和马迪亚在路上相遇 绝对不能一个人与他战斗 一旦他贸然出手的话 这次的狩猎就到此为止 我会把你会反思认 何时会想成为了 共同心协力量好与他 何时会想成为了 那些狩猎也能够 为了一旦 万一批 你怀疑 我堅持 我堅持 我堅持